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网友给我们腔腔论台里编段子了 说上海楼盘顶呱呱 领军房市称老大 明码实价一万八 皇帝女儿不愁价 听说这个楼的均价一万四一平方米 那就挺高档的楼了 然后说房价居高久不下 钢筋水泥也困乏 抽空打盹睡一觉 横躺竖卧当街爬 然后此态并非俯卧称 分明自愿连根拔 先劝楼主别吓傻 这点小病不算啥 危机公关障眼法 就地装修 别糟蹋 他说把这个楼就地装修 改做建筑展览馆 千古骑楼平卧煞 然后再劝业主别害怕 其余楼盘还没塌 兄弟楼盘金刚住 哪能个个都做烂 保地升值空间大 转手卖房是傻瓜 他就说现在好多人哭哭啼啼的 幸亏还没住进人家 真是 所以真的假如改成博物馆 那那个当然要收费 收费这个钱可以分给附近的搬进来的住客 那也作为这个定经费 让他们不用那么怕 所以我刚那天听到新闻也想说 让我整个计划不晓得要不要进行 你有什么计划 因为我前一个月在文道的提拔下 跟他去了一趟上海 有个晚上我们去吃饭 记不记得 一个房间 八个男人 七根烟 七根香烟 然后没有窗的 我受不了 他不舒服 就先穿了 就跑出来了 跑出来就没地方去 就叫那边逛 然后就想买个房子 上海街上逛逛就想买 你太有钱了 这我还得帮上海市说点话 我们上海市大部分的房子还都是不会塌的 这个你可以买 大部分我听得懂 比如说我们绝大部分桥梁也是不会倒塌的 个别塌一个好像最近忽兰河大桥塌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照片 这个塌嘛 倒是死的人也不算太多 就是四个人 听说四个人死了 八辆车掉进去了 你看忽兰河大桥 据说这个桥他倒不是说就因为太老了 太老了就不行了 他倒不像那楼 新楼还没住人 然后你再看看下面这照片 这几天的新闻都是出事 你看湖南春州一带 两列火车相撞 这个文道你听新闻了吧 然后你再看下一个 这个火车两个火车是同侧面相撞 你再看下一张 就有一列火车撞到路边的平房去了 路轨旁边的平房 好像那里边住着几个人给撞死了 而且这一撞之下 我记得有些人就是说 当时在铁路方边小平房住的那个人 听见天崩地裂 当时就说爆炸了 都是这样的一个信息 但是有意思的是 我可以跟你讲讲 这个凤凰网友有时候 他批评的角度很有意思 他给我们这个新闻媒体记者提意见 你看江西南昌的一位网友评论 说引用当时的一个新闻报道 新闻报道里说 事故发生后 春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市委书记戴道进 市长向立立 市委常委秘书长何文军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建国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碧元 市委常委副市长陈设钊 副市长王先果等市领导 带领相关部门负责人 紧急赶往火车站事故现场 爆了这么多个头衔 你个记者 你不累吗 这网友就觉得 会觉得你 这也是咱们常见的一个 这没办法 因为我们新闻其中一个要点 就是要报道出一个重点 就是领导很忙 而且这个网友也太细心了 也多心了一点 因为新闻记者当然不累 因为写了这么多头衔 也不用他写的 他把发过来的新闻稿 copy and paste 把它考进去就好了 他不知道 这是最不累的 这是最舒服了 新闻稿敲一敲 你像咱们广东的领导汪洋 有一次都还说那些媒体的 就说你这个报领导新闻 就说不要我周末我去到哪里做个考察 我去调查一下情况 你们也要上新闻 值当的吗 这么去报道 而且不止 这个上考察上新闻还好 连开会上新闻还一拍拍半天 那不是更闷吗 但是你知道这是我们的传统吗 三大要点 第一个要先报的就是领导很忙 第二是国内很稳定 人民生活很幸福 第三是国外世界局势一片混乱 就显得咱们好 没错 那你报同样的新闻没有关系 能不能有创意一点呢 因为我经常看的想法 永远你说报那些会议新闻 一定是这样的 大领导讲话 那个小领导在下面抄笔记 整排做的一样 我记得有一次 我家的16岁的女儿也问我 她问我 真的是问我 老爸我好像6岁的时候 看也是这种画面 16岁看也是这种画面 就是说怎么永远不变的画面 那我不晓得怎么回答 你要这么说 我最近还看到一个 黎智英这个人听说过 他好像要改变画面 我这是在雅各州看在哪 我看到 他跟台湾的一个媒体大佬 姓金的 他也不是大佬 金普通他认识的 是台湾一个帅哥 有个胡子 本来帮马英九当幕僚的 那么后来马英九当选之后 本来以为他是会去台湾做官了 结果后来他跑到香港 在中文大学教新闻 是个新闻学者 那么后来又被叫回台湾 就是帮黎智英去办这个电视台 黎智英咱知道是搞什么 这种苹果日报 这个一周刊 这种报道手法 说是我看那个好像是亚洲周刊 说为什么跟这个姓金的脸 闹掰了呢 说黎智英提出的新闻理念 就咱们做电视新闻 好像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 他是要那个电脑模拟画面 比如说你看不见那个 马英九跟老婆在屋里怎么着吗 我们报的时候可以拿那个电脑 动画可以画一下 说你看不见法庭里边的 或者你看不见总统 所谓总统府里边开会 我可以给你画出来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又或者说 大伙没看到邓玉交怎么撒狗官 我画给你看这个过程 是电脑的那种做法 这个其实黎智英 这个已经开始了十多年 香港的报纸 香港的报纸 这是被弄成这样的 自杀 一个年轻人跳楼自杀 一定有五格的漫画 第一格 年轻人很懊恼 坐在那边 第二格 他走到一个大厦 顶楼的楼边 走上去顶楼的楼边 然后跳下来 然后第五格 这个过程也画 然后第五格 最后一格就是画大的青人 真的抱头痛哭 他只不过把这个奔向电视 但这个是很震撼的 因为电视新闻史上 从来没有人想过要这么做的 对 以后大家看见 播的内容是正经内容 出来的画面全是电脑动画 好像听说主播 本来的打算 连主播都用模拟的 不一定用真人 有时候用真人 然后用模拟的动画 来取代主播 其实听说是他们 他跟金普冲 第一个冲突的不一样的地方 第二个就是 他坚持是24小时播放 那金普冲就说 没有需要这样来做 可能中间又加一些评论节目等等 那最后就分道扬镳 那金普冲很有意思 他跟马英九 很多李好朋友李敖 就曾经挖苦过他们 说他们搞同性恋 被马英九 然后两个都有共同的四号运动 都是跑了铁人三项 什么跑步游泳等等 秀大腿 就是说两个人喜欢一起跑到山上 没有 我瞎说 断背下来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咱们讲这个上海那楼塌了 说万丈高楼平地起 但是你这根烂了 所以你看楼好好的 根坏了 就塌了 所以我就想到 这要寻根的话 就是我们的教育 或者说每个人内心深处 是不是都有这种稀里糊涂造假 或者说是不太靠谱的这种根子 为什么我说到教育了呢 你看我先给你念一段 这是来自南方周末的 说最近又出了一个什么辽宁大学 论文抄袭事件 然后我觉得他这一段 我为什么念念 他讲的比较概括 说最近发生的辽宁大学副校长 陆杰荣教授师徒论文抄袭事件 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周叶忠教授师徒著作抄袭事件 还有浙江大学药学院院长李连达院士师徒系列论文抄袭事件一起 是近年中国高校三大恶性学术剽窃事件 他讲了五个点五个共同点 一都是师徒联手作案 二都发生在著名高校 三主要责任人括号或者第一署名人都是知名学者 第四事发后都是由做徒弟的做替罪羊或牺牲品 第五同样作为抄袭者的师傅 既不认错也不道歉 更不承担包括民事法律责任在内的任何责任 如周叶忠教授抄袭事发后 继续担任著名的什么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而且还在不久前容认了一个什么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但我觉得他这样说有根据吗 因为咱们看到至少公开的官方表示 不也就是说老师不知道 那有没有可能确实是老师是无辜的呢 你说老师是不是无辜 所谓师徒联手作案 最后把徒弟推出来当机队 不可能无辜的 为什么呢 因为论文是你们联手写的 至少是联手署名的 那你如果说无辜的话 你就等于说整个论文 我没看过 就是我学生去写 我加个名 光是这一点就已经是个错了 因为你当然学术界常常见联合署名 但联合署名呢 通常是这样 就有人功劳大 有人功劳小 或者是有些成名教授 可能付出小一点 但是最最起码 你得看过嘛 那你如果有抄袭的情况 而你不知道表示你连看都没看过 这样就问责 等于在很多国家 比方说铁路撞车之后 交通部长要下台一样 你说为什么我要下台 我当时不是负责控制交通的嘛 可是出来重大事故 你要负责 你要下台 这是平管的概念 何况你的名字 的确在这论文里面 那另外刚刚那个新闻里面 列出五大共同点 其实我觉得最关键的 第六个共同点 还没列出来 是什么呢 我敢说这种事情 绝对不是他们第一次干 OK好 那为什么 我猜是 那为什么他们做这种事的人 甚至不学无术的人 我说假如有些这样的人 会这样这么多年没有被揭发 这样会做到今天的高位这种位置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关键的共同点 因为这个问题不搞清楚的话 表示以后很可能 还是会继续出现这种问题 你看搞清楚 你让我想到最近前几天 我们跟何亮亮在一块讲 就说是最近出了个29岁的 最年轻的市长周森丰 然后网友一说 这么年轻当市长 有没有懵逆 然后人肉搜索 我觉得也挺不厚道 就查人家三代 结果那天何亮亮还说呢 说这个有冤枉人家吧 查了三代 三代赤贫 穷人家的孩子 没什么问题 但是刚说完没什么问题 这两天就有人 人肉搜索出什么 方舟子 去学术打假 就说这个年轻的周森丰 也是涉嫌在大学的时候 发表一个论文 这个论文涉嫌抄袭 什么大概有50%的内容 跟另一篇论文相似 但是你看 当地组织部也说责任在导师 我就不明白 就我也是读过大学的 我的论文没几篇不是抄的 真的 是啊 就是不是 你知道当时我们呢 什么这个新闻学啊 那个新闻学 那你说真的跟我的这个学术水平 有多大关系吗 我们当时想 我这讲老实话 我们当时想的就是对付考试啊 那到这再抄一段 再抄一段 当然你抄的太过分 就是说你原样拿过去 老师会 也是怕老师发现 那个时候我就属于 多家的吗 就是多种 我觉得现在这个抄袭在中国已经变成常态了 就常态到一个地步 就是抄袭的人呢 已经对各种技术的条件都已经不敏感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教书 遇到有学生 教功课给我 那个功课里面莫名其妙 文字首先就已经不大像是学生功课 里头还莫名其妙 正如我们前面在第二章所说过的 这种事都有 所以你想想看 他已经变得普遍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程度了 就是说他已经达到一个程度就是 他觉得我怎么抄都无所谓 你也会让我过 我再举个例子给你 昨天还发生一件事 今天报纸上也出来了 就是前光明日报出版社的社长 去告现任的人民出版社的社长抄袭剽窃 就这个前光明日报 这两个都是国家大社 你想想看 就前面光明日报社的那个社长呢 就有一本书 他就发现了这个人民出版社的社长 现在也出一本书里面 很多内容是抄他的 结果好玩的地方在哪 还不只是这样 好玩的地方是 人民出版社这个社长的律师就出来说话 说 什么抄啊 我们这不叫抄 他说你其实你那本书才叫抄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因为原来两个人的书的内容 都是共同来自于另一本书 还没完呢 有渊源 来自另一本书呢 这个人民出版社的社长呢 就说 但是我这个不叫抄 为什么 因为我是写信申请过授权的 然后你没写信申请过 然后那个社长那时候 谁说的 我没跟你说 其实那本书我也参与写作 我没说 你想想看 这已经达到一个程度 就是我第一次听说有这种授权 那我可以写信给文道 要求授权你的常识给我抄一本 对 就等于说我写信给余老师 余俊宇 给这个文化孔虑授权给我 我抄几篇出来 这能有这样的事啊 哎呦 这真有意思了 枪枪赛人形广告之后见 我听文道说 抄袭的普遍在中国 你说挤在中国普遍吗 也不一定见得 像前一阵子我们看你的新闻 我是非常惊讶的 说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 一个名字字 那文章也是抄的 当然也不是第一次发生 以前几年很轰动嘛 拿到什么什么涨了 华盛顿邮报全部抄 嗯 还有访问什么 牛津大学见调 大学大学生高潮 一些都在抄 我觉得说 特别在互联网年代 这种诱惑 是真的非常难避免 那中国的特别在于说 你抄了 被揭发之后 不一定需要认错 就算你不管你认错不认错 也可能没有责任 不用来负责 不用赔偿 甚至不用下台的等等的 不用惩罚的 这个才是中国特色 有中国特色的抄袭啊 这个抄袭是非常普遍 那就是说 这个根源在哪里呢 我有时候会想 你在这样的气氛成长 很难不抄的 为什么呢 我们看报纸 经常看到报纸同样的新闻 出现一模一样的新闻 出现在几十份的报纸上 你这个香港人是觉得很不正常是吗 我觉得应该就是这样的 而且文涛啊 像你这个节目啊 金牌节目啊 这十年十一年来啊 我们看到之后有多小的电视台 抄你这个节目啊 抢抢三人行 是吗 包括卖性药的 都是这种形式 那我觉得在这种耳濡目染的气氛中成长 活了一年两年三年之后 很难不去变成说 把抄袭完全习以为常 甚至觉得说 我抄你是给你面子 是有这种想法 或者不一定是抄 有时候是比如说拿你的东西 也不跟你说一声 就比如说最常见 就那种杂志或者书 收我们几篇文章 然后呢后头就说 这个我们版权是没问过作者 他还很负责 作者如果看到了 可以写信来收取版费 然后有些报纸 我根本不想给他 他就把我香港发的东西拿过去 但是这种种东西跟前面讲楼塌 这些里面的态度问题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做事的不仔细 不认真 不靠谱 虚假不靠谱 最近才有本书啊 在开始在英国很火 很卖的很好一本书 是以前英国一个器官顾问 这个人呢 是个老外 在中国干了十多二十年 他干什么工作 他专门帮外国公司打进中国市场 专门来帮双方怎么谈这个协议啊 签约啊 等等这些事 结果干了十多二十年 他觉悟了 不干了 写了一本书 叫做中国制造的代价 那么这本书讲的是什么呢 就把它十多二十年来的建文 总结起来 结论就是 跟中国人做生意 你永远没办法相信契约 跟中国人厂商订的东西 你永远没办法保证 他会按足条件做成 没错 做的一切 你都不能够百分百的相信 然后呢 他在这本书最后的建议是 大家赶快去越南 印度 其他地方 这个中国制造的代价太高了 我真不明白 生活里真是老碰见这样的人 你比如说 我说我装个窗帘 我说我要遮光的 对吗 我说遮光的 我就说 什么叫遮光 就白天也像黑夜一样 能全遮光 你们北京那边 我发现 南方好像又比北方好一些 就北京那边 好好好 没问题 就 我就看见 完全不遮光 他说 会有百分之二十的光 接下来为您播出 走向二零一零 他完全没有一个精确的 一个 扣